快走 欣然 二日中死人了 她在十八岁不能坐牢的 你们俩是情侣 你一定要救救她 阿姨求你了 阿姨求你了 欣然 我一辈子都是你的人 阿姨求我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 你只要帮阿瑞顶下了罪名 你妈的医药费 我们全负责了 阿姨求你了 妈 等我回来 犯人董欣然 交通肇事至一人死亡 获刑七年 你一个劳改犯赶来我们家 阿瑞 阿瑞我一直在为你顶炮坐牢 你答应过我会一直等我 可你现在劝赶她 阿瑞是博士集团的继承人 怎么会要你一个劳改犯 燕燕可是周氏集团的千金 她才是我的好儿媳 就是啊 对不起啊 老同学 在你进监狱之前 阿瑞就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你们 你们之前答应过我会照顾我妈 可你们 你妈那个兵秧子半只脚都踏进棺材了 我们凭什么花钱救怕 死了干净 你们不是人 我杀了你 我有兵你替我坐牢吗 还不是你自愿啊 呸 你们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哟 怎么 想方案啊 可惜啊 证据早就没了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 你们好过的 姐夫 舅他 别让他这么早死 是 请问 是谁送我来的 这个不太清楚 别轻易死了 你还有下一站 你是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好再拨 哼 看 警察先生 刚刚就是这个女人袭击我 请问 有目击证人吗 有啊 据说一个保家阿姨 看见了她在车库 嗯 你好 我们刚才确认过了 您说那个保家阿姨 已经出国了 现在已经联系不到她本人 啊 这 那监控有吗 乌叶说监控已被破坏 近几日所有的资料都没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哼 你可千万被迫 路还尝着呢 滚滚滚 求求你 你就让我在这里工作 我做什么都行 我希望刷盘子也行的 我不要老赶饭 你去别家吧 董欣然 你坐过牢没学历没前途 活下去都是问题 怎么报仇啊 小姐 要不要来我们公司面试 海星集团 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要我 试试吧 留个号码吧 谢谢 希望面试顺利 希望吧 您好 是董欣然小姐吗 我是 我是海星集团人事专员 您已经通过了面试筛选 海星集团 是的 请问您明天有时间吗 我有 我有的 这是上天的眷顾吗 东小姐 你很符合我们公司要求 谢谢 海星集团欢迎你 谢谢 谢谢 董小姐 这边请 谢谢 谢谢 他坐过牢 你管太多 老板说行就行 翁总 他已经签了 他没发现隐藏吗 没有 一切按您的吩咐进行 你先出去吧 好 董小姐 这是公司为你准备的 手机和电脑 谢谢 大公司福利真好 谁啊 谁啊 谁能这么重来约的 什么我也可以 要有这么大面子 我第一次见新员工 有这么好的待遇 哼 吐包子 嗯 这样用 谢谢 一个劳改犯也配啊 你可以走了 林助理 你说什么 公司不需要 交舌根的人 咱走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不要让我再看你下一次 欣然 来开会了 来了 大家欢迎新同事 董欣然 谢谢 谢谢大家 公司秘密收购博士 现在到哪一步了 博士集团实力雄后 短时间内很难进展 博士 是 是博瑞的博士吗 没错 数音数二的博士集团 主管 交给我吧 我对他们集团 可太熟悉了 可以啊 那个 小琪 你协助下 欣然 好的 主管 博瑞 老天给我机会收拾你 你等着吧 董欣然 猫和老鼠的东西 还是吗 你不是说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内 打算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急什么 我自有安排 大家五分钟后开会 聊下暂停收购的事 什么 暂停收购 公司决定暂停对博士的收购 为什么 这是翁总的意思 翁总好 翁总 我 我没让你进来 出去 你为什么要暂停收购博士 你在教我做事吗 我们全组人努力了那么久 不能让他们白费 你一个小员工 为什么对博士如此上线 因为 博士一家人对我犯下的错 几辈子都还不清 你和博士有仇 和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能干掉博士 我做牛做马 我都愿意 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 游戏开始 什么都愿意 包括 你自己 别误会 我不感兴趣 对不起 我 博士的事情 我会重新考虑 谢谢翁总 你怎么了 啊 怎么了 翁总 你醒了 这是 我家 翁总 你带我来你家 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你一山不整地晕倒在我办公室 别人早就议论了 对不起 翁总 那天救我的人 是你吧 安排我进公司的人 也是你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啊 东西人 我这七年的痛苦 都是败你所赐 翁总 你对我这么好 到底有什么目的 如果我帮你干掉博士 你是不是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你帮我干掉博士 我做牛做马 我都愿意 那 做我的太人 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知道傲慢与偏见 第一句是什么吗 一个富有的单身汉 一定会娶一位妻子 嗯 我现在就缺一个妻子 那你为什么选我 我就问你 想不想让我帮你 好 我答应你 先生 陈嫂 给她安排个房间 是 我适合你结婚了 但是我没说跟你通房 是 仲介 叫我翁总 好 翁总 这里的每个房间 你都可以进 唯独二楼尽头那间 不能进 为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谁 了吗 不是 我 又 我 是 陈嫂 吓我一跳 夫人 先生说不许进这个房间 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先生说不许 陈嫂 汪总有女朋友吗 这 难道她结过婚 我来的时间不长 但是你是她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 知道了 你去忙吧 我已经是翁太太了 看一下也没关系 你来潜 During that 夜人 延地 你们 verschiedene 聊天 前面 紅 这就是一个女生的房间啊 难道翁仲杰有女装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最爱的倩倩 能让翁仲杰这么珍惜 难道是她的初恋 等等 这女孩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花季少女残遭飞来红货 昨天下午 我市西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8岁女生林某倩当场死亡 据调查 肇事司机董某然是一位在校随身 这前危险驾驶 目前 朵某然已被拘捕 当年撞死的人就是她 那梦中间 先生 你回来了 夫人呢 夫人在楼上 夫人在楼上 有下午吃了药 昏昏沉沉的 走错房间了 这房间灯好像坏了 黑漆漆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 你想看清这房间吗 不 我不想 你说过的 不让紧 我就不进了 怎么冒汗了 医生说 吃了药就会出汗 还病着 别乱跑 先生 可以吃饭了 来吧 吃饭 你先去吧 我去换身衣服 喂 是我 秦宇潭 你怎么了 紫香 救救我 救救我 别急 慢慢说 我遇到了一个可怕的男人 他帮我 救我 可我现在才发现 那是他精心服的局 我以为的天堂 其实是早已策划好的地狱 紫香 我现在是他的人 我该怎么逃出他的手长心 先别说吧 听我说 你要先活下去 才能复仇伯瑞 想活下去 必须让汪仲杰知道真相 或者让他舍不得杀你 比如 让他爱上你 你以为 你逃得掉吗 翁总呢 他出去一下 让您先吃 就能复仇伍 作伙伽伍 啊 杀人 Under你 我 Father 你 你 你 喜欢吗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来 我帮你戴上 今晚的你 很好看 谢谢 别怕 吃完饭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一个能唤醒你很多回忆的地方 这是 今晚你开车 递着我发给你了 放心看 别撞死人就行 开得挺稳啊 谢谢夸奖 王总 怎么才来呀 随便坐 都是我朋友 天女 怎么称呼 我叫董欣然 这名字 好好守啊 他是我的员工 啊 原来他就是那个你破格录取的老改办的 还有一个客人呢 他马上就到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信然 自乡 你坐那边 怎么 看着老情人心动了 紫祥 只是我的学长 只是学长吗 你知不知道他 我们中节 你知不知道他当年为了你 断送了自己的一切 什么 爸 你是那么多大理事 一定能救欣然的对不对 那董欣然 有什么好的 你为了他 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你还让我 舔着这张老脸 去求人 只要能救欣然 我死也愿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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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爸 别叫我爸 从现在开始 子萍就是我们长家的 唯一进行人 滚 您的外卖 祝您用餐愉快 子萍 恭喜你成为律师 以后好好干啊 好 好 为了你 他放着好好的豪门哨也不做 勤工俭学去做律师 想给你解析 你这个学长 对你还真不一般呢 他说的是真的吗 欣然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沐中心 你太过分了 欣然 我们走 他跟我在一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配跟他在一起 我不配 那你配吗 你让欣然自己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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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得选 他这辈子 都只能跟我在一起 子萍 董小姐 嫁人了 你没机会呢 爱而不得的感觉 怎么样 龙重吉 游戏才刚开始 今晚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想干什么 放心 我对你 没兴趣 学长 我和欣然 马上就要睡了 待会儿 告诉你欣然的味道 晚安 你就待在这个房间 哪儿都不许去 当然 别上我的床 我和欣然之后 i know you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既然翁仲杰没有直接杀你 证明他内心有其他想法 所以你必须在他知道真相之前 想方设法让他不敢杀你 比如让他对我动心 翁仲杰看谁玩得过谁 秦然 公司会尽全力支持收购博士 真的 翁仲杰说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前功尽弃 好 我知道了 那只是翁仲杰的伎俩 没有他 你就不能报复伯瑞了吗 先想办法摆脱他 再聪肠记忆 董小姐 请坐 董小姐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辞职申请 可是你应该走不了 什么 能 你的合约里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主动辞职 就要支付公司一个亿作为补偿 什么 我 你耍我 你自己签的字 换谁 翁仲杰 你别演了吧 我知道你就是想报复我 因为林倩倩 对不对 你知道就好 翁仲杰 是全世界最蠢的人 你想报仇 但你连真正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害死倩倩的人是薄瑞 根本就不是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再说一遍 害死林倩倩的不是我 是薄瑞 怪我傻 我以为薄瑞爱我 我以为他们一家会照顾好我妈 我为他坐牢七年 到头来 不仅害了我自己 连你都把我当成凶手 你以为 我会信你的鬼话 你自己认的罪 还想抵赖 翁仲杰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想报仇 是吗 好啊 那你来啊 你杀了我 我说过 游戏才刚刚开始 董欣然 你就慢慢给我受着吧 你还是我的员工 干活去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死 如若不然 那我的仇恨 会报复给你身边的人 比如 长子祥 姐夫 我希望你只是为了给姐姐报仇 而不是为了私心 我就是要让她生不如死 直接点不行吗 你要玩弄到她什么时候 玩弄到她 直到死的那一刻为止 比如 今晚 差不多了 你不是说回家吃饭吗 饭呢 没做 陈嫂 回家了 翁仲杰 你又耍什么花招 翁太太 做饭这种事情 该你来吧 你不怕我下毒吗 你说得对 我怎么能忘了 你干什么 怕你下毒 随你便 要不要来证明一下 你有没有下毒 你想怎样 嗯 吴仲杰 怎么 这比你在监狱吃得可好太多了吧 张嘴 这才对吧 公众杰 你恨我 有一百种羞辱我的方式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取进门 董欣然 只要你还是翁太太 这辈子 你别再想跟别的男人有关系 我要让你这辈子 守 活 广 嗯 嗯 嗯 你干什么 你别过来 嗯 翁 翁仲杰 这样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等我到了地下 你一定会告诉倩倩 你翁仲杰有多蠢 报仇找错人 你翁仲杰就是个蠢货 如果做了 干嘛救我 我不会让你这么遭死的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下一局 你准备怎么玩我 你错了 当他会救我时 说明他已经默默地动情了 下一步 就该让他知道更多的真相了 翁仲杰 我赢了 自祥 仲杰 仲杰已经拿下 我们的复仇计划开始 帮我联系 博瑞 欣然 你的手怎么了 一点小伤而已 没事的 全部门啊 你最努力了 好像巴不得博士集团 明天就完蛋了 这点伤算什么 博瑞早点完蛋才是正事 林助理 走啊 我跟你没那么熟 哎 等一下 龙小姐 又何贵干 你叫 林峰 是我 怎么了 你也姓林 那林倩倩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死去的姐姐 那你 是不是也对我恨之入骨啊 哼 我不恨你 我应该感谢你吗 哎 我不是杀害你姐姐的凶手 不管你信不信 你说不是就不是 你有什么证据 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 你姐姐的墓地 你是什么意思 那里有你想要的真相 好 我在楼下等你 紫湘 一切按计划行事 我调查过了 林峰就是林倩倩的弟弟 她比温仲杰更单纯 嗯 好 那 我就安排她上钩 好 小姐 买花吗 新鲜的 谢谢 他们两个是谁 我也不认识 这件事 我知道错了 我当年撞死林小姐 真的是无心的 我 当年撞死林小姐 我真的是无心的 伯瑞 啊 董星燃 你怎么来了 是我该问你吧 怎么 良心发现了 来祭拜被你害死的人 你胡说什么 胡说 刚才你说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啊 我 我什么都没说 是吗 那你敢对着林倩倩的墓碑发誓 你没有撞死她吗 我 发誓啊 你是博士集团的伯瑞 你又是什么东西 海星集团翁总的助理 林峰 啊 海星集团 那 那刚刚那个是 翁总 你说什么 你这个贱女人 你敢赢我 林峰 这个人害死你姐姐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啊 不是 林助理 你听我说 其实 哎呀不是 林助理 这是误会 误会啊 我要你对着我 请请 我被发誓 发誓 他不敢 因为 他怕死 你胡说 林峰 你想不想知道 当年你姐姐是怎么死 想当初 我和博瑞是同班同学 他是我男朋友 那天 他开车带我出去 你去干嘛 你怎么样啊 啊 救我 哈瑞 哈瑞你快教教他 别傻了 他这样肯定救不活了 我们快走 哎呀 快跑吧 没事的 阿瑞 没事的 你杀人了 那个地方片 肯定没监控 没监控 你干什么 喂 新居录129号 请快点 你疯了 他们会查到的 后来 这个丧心病狂的东西 骗我替他坐牢七年 不仅害了我 还害了我妈 我不会放过你的 对付这种薄情寡义 忘恩负义的东西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身败民恋 一无所有 放心 我会的 姐姐 我会替你报仇的 喂 喂 给我去联系海星集团 现在立刻 真相你都知道了吧 放心 我会一五一十地 把所有事情 全部告诉翁总 希望他会相信吧 事情都安排好了 可我有一点不明白 什么 你为什么 不直接让翁总结去 真相总要一步一步 被揭开 到最后一刻 才能让翁总结知道 自己有多愚蠢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翁总 你们去哪了 我找到杀死我姐姐的凶手了 先回答我 你们去哪了 我 我们去拜祭倩倩倩了 你有什么资格 去拜祭倩倩 我 我走 闭嘴 吃里旁外的东西 你骂我 我也要说 你真的不会懂小姐了 你说什么 我全知道了 下次我姐姐的凶手 我今天也听到了 也看到了 真正的凶手是 是伯润 对不对 你 你 你怎么会知道 傻小子 这种伎俩 也就骗骗你 什么 刚才 博瑞托人找我 说有人冒充我 让他去叩拜倩倩 结果就这么巧 还真是一场好戏啊 我就知道 你宁可信博瑞 也不信我 林芳 这儿没你的事了 出去吧 可是 家父 闭嘴 他是倩姐的弟弟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我离他远一点 那是对他好 还是对我好 对大家都好 哦 翁总 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 你们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姐夫 姐夫 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闭嘴 东欣然 你那么喜欢招惹男人是吧 我哪敢啊 我才是真正的翁太太 你干什么 这么想做翁太太 我成全你 翁总 你 你很关心她是吧 她 她 她是杀死你姐姐的凶手 也是我翁总 姐的太太 于情于理 你都别想跟她有任何关系 你是不是一直很想爬上我这张床 谁稀罕 那你想爬上谁的床 可 可多了 你笑什么 翁总姐 你不是想毁掉我吗 那你现在 是想毁掉 还是独享呢 天哪 你又感觉了 回你房间去 下次有需要了叫我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对她有感觉 放心 我完好无损 有查到什么吗 你猜怎么着 伯瑞和周燕燕准备开个同学会 名义上是续会 实际上 请的都是有钱的老同学 看来 她这是在给博士融资啊 同学聚会 好啊 那你就帮我准备一份博礼 什么礼物啊 一份 让博瑞眼前一亮的礼物 老同学聚会 怎么能少了我呢 老同学们 大家好久不见 这次把大家叫到这里来 就一个目的 赚大钱 老同学们 老同学们 看好戏 你好女士 请出示邀请函 邀请函 这是博士集团的私人宴会 没有邀请函 不能进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没有邀请函 不能进去 我记得 这酒店 好像是翁氏产业的吧 那我怎么样 您 您 您是翁太太 那你还想不想在这上班 不好意思 翁太太 您请进 好 翁仲杰 你说 结婚是困住我的枷锁 没想到也能当通行证使用 这个项目 我已经介绍完了 别说老同学不够意思 大家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有钱 咱们一起赚嘛 行 我回去跟我财务说 让我的公司也加入 当我跟我老公说说 投个三百万 试试水吧 你也太吝啬了吧 才三百万 我自个儿 先投个一千万 果然是老同学啊 有情分在 好个多年的情分啊 这人谁呀 是我们同学吗 怎么这么眼熟啊 想不起来了 好一个多年的情分啊 开同学会 你不叫我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周燕燕 你刚才说他们叫你什么 搬花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满脸搓窗 怎么当得上搬花呀 你 你怎么知道燕燕那个时候满脸搓窗 你是我们同学吗 妮娜娜 你凭良心说 那个时候 谁是搬花呀 你是冬夕燃 冬夕燃 那个老改犯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撞死人 坐了七年牢的董欣燃呀 今天来这里的都是事业有成的同学 你一个老改犯 也配来这儿 就是 王瑞 你邀请呢 我怎么会邀请一个老改犯 没有邀请函他怎么进来的 看他穿得那么风骚 芭城是出卖自己 求服务生帮他进来的 董欣燃 咱们好歹也是同学一场 你想进来 可以求燕燕 何必 出卖身体 董欣燃 你这个疯女人 你疯了 伯瑞 这是我七年来第一次打你 这跟我所受的折磨相比 我就算打你一千次一万次 也难抵心头之恨 董欣燃 你这个疯女人 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报警 再让你去做七年老 别急呀 刚才 你们一个一个信口雌黄的诽谤我 这笔账我跟你们慢慢算 不过我今天来 可不是来听你们吹牛的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 来送礼呀 送礼 你到底按了什么心 过段时间 就是你们俩的结婚纪念日了 当年伯瑞跟我在一起 还没跟我分手 就跟你好上了 小三上尾 人人喊打 不过既然你俩都结婚了 作为老同学 我也该表示表示 这里面是什么 你猜 会不会是 炸弹 看你们这怂样 放心 不会要了你们的命的 你有本事抢男人 没本事开盲盒吗 走开 老婆别开 你怕什么 等心让他撞死过人 说不定是什么断手断脚的呢 伯瑞 你一个大男人 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怎么现在开个盒子 倒成了触头鞭 你才是触头鞭 我 我是怕吓到我老婆 会不会被吓到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开就开 谁怕谁啊 这什么 这都什么东西 找什么鬼啊 一堆废纸 一堆废纸 你放开我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侯兴会所二十万 鸡尾酒 外加嫩慕爱比陪伴 LV旗舰店包包六十万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知道 你仔细看看这卡号 这签名 是不是伯瑞本人呀 老婆你听我说 这是他污蔑我 就你那七扭八歪的字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给你搞同学会融资 你在外面跟我花钱找那么多 老婆我没有 你听我说 都是这个坏女人污蔑我 污蔑我 我真的没有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放开我 滚 老婆 东西人 你有种 少生点气 今儿个只是开场白 好戏在后头呢 你还有什么招 尽管使出来 后面还有好多戏呢 伯瑞 我要让你呢 一点 一点 骚尸 你怎么来了 你又是谁 你们哪儿进来的 不去上班 谁允许你来这儿的 别拉拉扯扯的 这男人是你们领导呀 东西人 上次你勾的一回 海星集团的助理林峰 这回又勾的老板 这回又勾的老板 还就是说 你这么缺男人爱 你 你就是博士集团的伯瑞 连我你都不认识 你还是他前男友 这么说 你是他男友 哼 哎 兄弟啊 这女人在坐牢七年里 指不定啊 被多少男人玩过 嗯 你碰过他吗 我俩认识的时候 他刚满十八岁 他说 要等新婚之夜再给我 那就是没有 有没有 这又不关你的事 哼哼 你笑什么 很好 走吧 你别拉我 不知廉耻 装什么装 伯瑞是吧 他今天给你送了份大礼 我的那份 待会儿给你补上 哼 哼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花样 哼 哼 什么 怎么回事 你说给伯瑞的大礼是什么呀 让他们市值蒸发百分之二十而已 你真够狠的 没你狠 拿我们的结婚证 到通行证了 谢谢你 谢我干嘛 那伯瑞一天之内收到两份大礼 我很痛快 所以谢谢你 喂 把博士集团股票做空的都补上 让他们明天涨百分之二十 莫主姐你疯了 我差点忘了 你这辈子都不配快乐 能让你快乐之我偏不做 疯子 你不是希望博士集团消失吗 我明天就去注资一个亿 你干嘛 要你管 上车 我偏不 这儿可是郊外 你打不到车的 我就算打不到车 我也不会坐你的车回去 哦 这可是你说的 喂 你真走啊 王仲杰 你个魔八蛋 老天宇你玩我呢 别冻死在这儿 我还想慢慢闯闻你呢 行 那我走了 你继续享受大自然的沐浴吧 嘿 等等 等雨停了再说 我成了 我成了洛汤鸡 你开心了吧 这鱼可不是我嫁的 我不管 就怪你 我要是能操控鱼 你得天天带伞 呸 越带狂 你就骂吧 发发火 把寒气逼出来 别冻死了 要你管 啊 怎么不骂了 怎么 狗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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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翁总 夫人吃的药好些了 我听说姜汤可以去寒气 你去煮碗姜汤吧 不行啊 夫人已经发烧了 不能再喝姜汤了 谁说要给她了 我也领了雨 我自己喝 行 我这就去煮 等等 啊 还是叫董小姐吧 别叫夫人 哦 是 去忙吧 我 水 水 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是我不过好吗 傻丫头 都烧得说胡话了 你为什么辜负我 柏睿 你说过 要一起考大学 毕业了 结婚 算了 谁让伯瑞 是你初恋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如果不是因为 撞死人 如果没有撞死人 我们会不会结婚 结婚 众姐 那说好了 我们要一起上大学 嗯 毕业了 我就娶你 哎呀 不理你了 姐姐 你别走 我们 已经尽力了 姐 姐 爱 姐 姐 姐 你不是说 我们要一起上大学吗 我 我还要娶你呢 姐 姐姐 你干什么 给你浇水降降温 有病 还没死吧 没死 起床上班 吸血鬼 夫人 先生吩咐 让您按时吃药 谁知道是不是毒药 哎 先生对你好 是真的 昨晚还让我熬姜汤呢 哎 过几天 是不是他生日啊 嗯 是 不过温总从来不过生日的 没关系 今年 我们好好筹备 给他一个惊喜 给你准备了惊喜 有本事 就现在回来 看你耍什么花招 欢迎翁总回家 你玩什么花招 跟我来 给你个惊喜 好吃吗 我亲手为你做的 感谢你救我于大雨之中 就这啊 别急 我还有更多惊喜 给你呢 哼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 你 你 你放手 都是你 都是你 是你害死了 倩倩 我 不是我 那是我十八次生日 是你让我十八次生日 不满血丧 亲爱的每次我生日 我都痛你一生 请看杀人凶手 给我死 孟总 孟总 住手 你怎么样 怎么 心疼他了 不用你管 林峰他是你的助理 更是林倩倩的弟弟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他是我助理也好 弟弟也好 都和你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杀人是犯法的 我不想让你有事 姐夫 姐姐走后 每年 只有我还陪你过生日 生日快乐 姐姐走了 我哪还有什么快乐 姐夫 姐夫 你能多陪陪我吗 早大消息 林峰 林助理 你烧好点了吗 嗯 没事 谢谢你救我 我只是不想让我姐夫有事 还有 你以后最好离他远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最好少打他的主意 哼 我 欣然 来来来 欣然 你是不是和林助理搞对象了 主管 你别瞎说 不是他 那是翁总 也不是翁总 你听谁说的 那有点可惜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求你件事 就是 我好几年没涨工资了 你要是和林助理 或者翁总关系好 能不能帮我美颜几句啊 我要求不高 一个月多五千就行 主管 你真的想多了 谁啊 骚扰电话 喂 夫人 先生要你晚上早点回家吃饭 吃个饭差点要我半条命 让他自己去吃吧 就说我加班 陈嫂 那不是翁总家的用人吗 不是 是我老家一个亲戚 我还有事先去忙了 啊 好 周主管 莫总说 今晚请我们全部门团建 去水上酒店死吧 哎 天哪 还真是的 哎等等 公司部门团建 必须全部参加 董欣然出问 莫总说 欣然姐不许参加团建 还说今晚必须加班 你喜欢加班 就加个够 没事 你们去吧 好好玩 崩狗 喂 怎么了 紫祥 看新闻 什么 是谁救了伯瑞 到底是谁干的 新闻只说 神秘公司 向博士计端注资 但我猜到是谁了 难道是翁仲杰 他就喜欢跟我对着干 你猜错了 是周燕燕 是他 他跟伯瑞 毕竟是夫妻 看来 要想干掉伯瑞 得先拆了周燕燕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周燕燕 老婆 饿不饿 别耍了啊 我气还没有消呢 好了 燕燕 来 坐坐坐 妈跟你说 不去好家 别让外人 看我笑 尤其不能让 董欣然笑话 董欣然 那个贱人 就是嫉妒你 要抢你男人 跟我抢男人 做梦 对了 我可是查到了 那个董欣然 就是在海星集团上班的 这次收购计划 绝对是他窜倒的 老婆 咱们可不能让 那个贱人得逞啊 放心 我已经让我爸 解决这件事情了 老婆真厉害 来来来 吃甜品 小心 没事吧 老婆 夏天东西 怎么干活的 夫人 我不是故意的 还敢闭嘴 夫人 你饶了我吧 来人 扣他三个月工资 让他滚蛋 我母亲在老家 需要钱治病 我不能没有工作呀 夫人 关我屁事 滚 少奶奶 我求求你了 少奶奶 托死人 快把他扔出去 少奶奶 我求求你了 他们欺负你啊 那个柳兰 简直就不是人 你看看 他们每天给我打的 还不给我钱 这家人 怎么就负责报应呢 你放心 他们会造报应的 隐瞒着 你母亲需要钱看病 小姐我不能收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 以后 为我做事 谢谢小姐 你为什么帮我呀 因为 因为 我要柏兰一家人 早报呀 夫人 那个周燕呀 她有心脏病 一直怀不了孕 柏兰呢 又想要孩子 这是她俩的死穴啊 知道了 那柏兰在外面 也没有女人 有 她肯定有 喂 自祥 刚刚发你的消息 你收到了吗 帮我查一下 柏兰在外面的女人 是谁 咱们夫人 真是人美心善啊 那是 夫人 从不可待下人 翁总回来了 翁总好 她是谁 她是 她是我新招的庸人 谁允许你随便招人 我现在是翁太太 招了庸人 还需要你批准吗 庸人的工资你出吗 当然是你出了 你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好了 我吃完了 没规矩 不等我回来再吃饭 我才不敢给你吃饭呢 等一下吃着吃着 又掐我脖子 要我命 站住 翁总还有何指教 注意你的身份 别得寸进尺 要是不爽的话 离婚啊 反正我乐得自在 你以为我不敢 我就怕你不敢 走呀 谁不去谁是狗 接下法对我没用 我怎么经常跟夫人吵架呢 他俩就这样 以后你就习惯了 哦 妮娜呢 周燕燕 你最好的闺蜜 睡了你的男人 这戏 比我想象的 还要精彩 最近咱们还是少见面 我感觉 有人在背后调查我 怎么 怕了 怕了就回去守着你的周燕燕 我的孩子自己过 好了好了 那个不下蛋的母鸡 哪有你好 这么多年 就你给我生了个孩子 要不是当年董欣燃坐牢了 你是不是还想和他舍 好端端的 你又替那个贱女人干嘛呀 真扫兴 哎呀 我说错了吗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去接思思下课了 难得出来一次 急什么 高高的 思思 思思 你看 嗨 嗨 走 思思 想办办了吗 嗯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好了 好 我来吧 来 何老师说再见了 来世拜拜 瑟瑟拜拜 给 拿到了 马上去验她的DNA 进来 夫人 报告出来了 夫人 你笑啥 这 如果伯瑞知道 自己一直疼爱的孩子 不是他亲生的 他会不会吐血 伯瑞 他哪有孩子呀 他在外面有个老乡好 所以一直有个私生子 可是报告写得清清楚楚 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他被骗了 喜当天 给 我家人就该有此报 不过 如果这事被周燕燕知道了 你觉得会怎么样 周燕燕那个女人 她自己生不出来 她绝对不会让伯瑞 在外面有私生子的 那咱就偏让她知道 伯瑞在外面有个私生子 嗯 这是 张嫂 该你出马了 好嘞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夫人 我之前 东西忘了拿 我回来拿一下 你就行行好 放我进去吧 嗯 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 福林高 最神宁性安神 我把它孝敬给夫人 进了吧 谢谢 谢谢夫人 你干什么 笨手笨走了 好 马上走 马上走 伯瑞 你竟然背着我跟妮娜娜 哼 救求我 救我 哼 救我 子 ! 猛 我 他 亲家母 夜夜这不是没事吗 你别太担心 老婆我来了 你还有脸来啊 你差点把夜夜弄得没命了 要不是张嫂在 张嫂 张嫂 周夜夜绝对不能死 她死了 伯瑞就能继承遗产了 就吧 唉 夫人 你好些了吗 亲家母 这小夫妻俩闹点小矛盾 不是很正常吗 最重要的是夜夜没事 正常 你看看这些 你们家伯瑞 背着我们夜夜在背后搞女人 还生了孩子 没把夜夜气死 就算夜夜命大 这 这都是哪儿来的 老婆你这 亲了吧 你给我正身出负 我不想看见你 伯瑞 滚出去 滚出去 老婆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假的 那你把那个女孩 带到我面前 现在偷一管子 先马上去 NDA 去啊 老婆 咱们是一家人 你得相信我呀 欠不欠随你 反正我已经让我爸撤资了 以后 我心想从我这儿 拿到一分钱 夜夜需要休息 你们都出去 燕野 你是我们国家的儿媳妇 国家和周家联姻已久 你要离婚 可不是你们小孩子家 就能决定我 亲家母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 燕野 你好好休息 想清楚地再跟妈说 老婆 老婆 夫人 看来周燕燕 和伯任是不会理合呢 别急 您先回来 注意别暴露身份 放心夫人 知道了 给我跪下 臭小子 我打死 打死你 你干什么呢 有话好好说 你还护着这臭小子 现在外面多少人都在盯着我们伯家 万一周家撒手不管了 你们都要饭去吧 海生 你就算打死儿子也没用啊 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我都查到了 这一切 都是董心燃搞的鬼 董心燃 原来是他 董心燃 他就在海星集团上班 我感觉 他这次来 找我们报仇的 这个臭女人 我现在就找了算账 我站住 现在开始 不用管了 秦燃 我自己办的 周燕燕和伯任到离婚上了头条 是不是你干的 我说是 你是不是要跟我对着干 你别忘了 我把你留在身边 是为了让你痛苦 我没忘 等我大仇得报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公 你叫我什么 瞧你那样子 怎么 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叫老公啊 不知廉耻 是你说的 要把我绑在身边一辈子 不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我只能让你做我老公啦 神经病 喂 董小姐 我是周家的总管 我不认识你 我有一份博瑞公司 财务造假的证据 可以帮你扳倒博瑞 我凭什么相信你 周燕燕还想复合 作为总管 我看不下去了 只能找你帮忙 你不是最恨博瑞吗 你想让我做什么 资料很保密 今晚十点 公园桥头见 夫人 你要出去啊 周家总管打电话给我说 有份资料给我 可以搬到博瑞 周家总管 对了 千万别告诉翁仲姐 免得他坏我好事 周家没有总管呢 哎呀糟了 赵嫂 夫人呢 少爷 我欢迎夫人上当了 什么 目标出现 准备行动 翁仲姐 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 哎呀 快走快走 快 找个地方办了他 记住 要死的 死之前 任你们玩 你们试试 你们想干什么 兄弟们 老大说了要死了 不过 之前 任凭咱们守着 大哥 直接弄死他 就太便宜了 咱们先 听说 这女人坐过了啊 想必 跟外边的姑娘 不一样啊 那咱们 就试试 臭女人 毒老子 割了你 臭女人 忙的忙 管了你 没事吧 我只知道你会来的 你们 你们怎么找到的 敢冒犯翁太太 谁指使你们来的 翁太太 你 你是翁仲姐 翁仲姐 翁总 我们是被人指使的 谁 是 博士集团 博海生 带他们走 都关起来 我 我总饶命啊 我总饶命啊 没事吧 我们马上就回家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 没事 皮外伤而已 都这样了 还成想 我看看 我没事 你干嘛 这伤疤 很多年了 谁干的 那要问那个王八蛋 是刚才那群人干的吗 不是 是 是多年前 我最痛苦的时光 你们要干什么 外面打了招呼 让我好好伺候你 放开我 你从未说起过 这些年 我所受过的苦 我每天都要被挨打 没打一次 打多了 我也就不觉得痛了 外面的打手 你知道 是谁吗 难道是你 那时候 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 是 是伯瑞 是伯瑞干的 只要我死了 他们就死无对证了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来 王总在我手机里 装了定位 别以为我不知道 挺聪明的吧 那次同学会 你精准出现 我就知道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还把我的结婚证 当通信证用 结婚证是我的 我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你要是不喜欢 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 把它给撕了 少来记将我 谢谢你 别谢我 我只是不想让你 这么容易就死了 我要慢慢折磨你 开车去 爸 董心燃到底死了没有 还没有消息 这不可能啊 喂 什么 怎么了 雷宝说 那几个弟兄 神秘消失了 到底是谁救了 董心燃 爸 要不咱们换个人 试试看呢 都是你这个臭小子 不长记性 惹出来的 海生 你打儿子有什么用啊 阿锐 先不要管董心燃了 妈有个办法 一定能让燕影 回心转意 让周氏集团 继续帮我们 妈 你说 我都听你的 老婆 你来干什么 让嫂 把她赶走 老婆 别这样啊 我今天带了一个人来见你 进来吧 她是谁 快叫人啊 妈妈 伯瑞 你搞什么鬼啊 思思啊 我是你的爸爸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你妈妈 叫妈妈 妈妈 思思 她就是你跟妮娜娜 那个贱女人生的野种 老婆别生气 我给了那个贱女人 一大堆钱 让她滚得远远的 以后 思思就由我们来抚养 你想让我养你跟别的女人生的野种 你吃错药了吧你 哎 叶叶 你听妈一句劝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媳妇 虽然你不能生育 但以后老了 总要有人养老 是不是 独孝有三 无后为大 阿锐 是我们伯家的独生子 不能断了香火 但我们 更不能对不起你 你是阿锐唯一的老婆啊 老婆 你就跟我回去吧 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出去偷吃 不 我发誓 来 思思 叫妈妈 妈妈 进来 夫人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就给他们俩一个顺水推舟 回去帮我找找 有没有一本卡通纪念册 好嘞 薄瑞 希望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直接气死 来 小红朱飞啊 夫人 我在床底发现这个 还要不要啊 我看一下 阿锐啊 这是你们学生时代的纪念册 你们那个时候啊 就很恩爱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纪念册了 薄瑞 南 O型写 我也是O型写啊 老公 好巧啊 都说O型写的人福气大 看来咱们小姐也是 思思 思思啊 你是什么学生啊 学生证上面写的是 A B型 A B型啊 A B型 霓瑞娜呢 O型血 O型血 那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O型血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O型血 我问你呢 你说呀 燕燕 燕燕你别急 不能搞错了 张嫂 你去马上把赵医生找来 快去 好嘞 夫人 有何吩咐 给他抽血 马上换眼血行 是 是A B型 可能有误差 你继续给他抽 换大管的抽 都是A B型 现在立刻 抽我的血 验DNA 我要知道 有没有血缘关系 快点 是 伯总 伯总 按照花眼单对比 您和这孩子 没有亲自关系 不可能 可是我这张花眼单上 写的明明他俩 就是亲自关系 燕燕 你还不明白吗 这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哪些照片 还有那个造假的花眼单 就是要让我们住圈套 一定是斗星人 这个贱人 这个贱人 妈妈 你给我滚开 谁是你妈妈 燕燕 你别急 这假的花眼单哪来的 是那天 张嫂打扫 卫生发现给我的 看来我们家里 有内奸啊 看来我们这儿 有内奸啊 我不知道啊 说 是不是 斗星人派来的 我不知道啊 奶奶不要打张嫂 滚 谁是你奶奶 爸爸 谁是你爸爸 杂种 尼娜娜那个贱人 骗了老子六年 阿锐 你住嘴 六年 这个野种六岁了 老婆你听我解释 这是我口误 这个野种六岁了 你跟尼娜娜那个贱人 好了七年了 是尼娜娜她欺骗我的 原来我才是小嫂 你到底脚塌了几条船 不 我瞎了眼 别问 爷爷 这一定是误会 你们一家子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爷爷 你放开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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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妈 妈 你怎么样吗 妈 爸爸不要我了 妈妈也不要我了 这都什么事啊 闺女 别哭了啊 要不这样子 沈带你走 夫人 你要怎么报复伯家人都可以 但这个闺女是无辜的呀 张嫂 拿着她去找常家少爷 常子祥 她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我和思思 就靠你们多帮助了 好的 谢谢夫人 再和家姐 小心没命 孟总 你是在关心我吗 不 我是不想 让你那么轻易死吧 你还要留着命赎罪吗 孟总姐 我今天还挺开心的 博瑞和周燕燕 终于闹掰了 这个渣男 终于要遭报应了 那你哭什么 可是我笑不出来 我报复了 博瑞 却让一个无辜的女孩 成了孤儿 既然是复仇 就没有什么无辜有工 你说得对 我为了一个渣男 顶包坐牢了七年 到头来 我都见不到我妈最后一面 我同情别人 谁来同情我 你有什么值得别人同情的 从你撞死倩倩的那一刻 你的命就只能用来偿命 干什么 我再说一遍 杀死林倩倩的凶手 不是我是博瑞 你在撒谎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信我 让我信 我就让你死个痛快 这是 你自己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我的销牌 千倩临死前 死死钻在手里 你还敢说不是你干的 如果我真的是凶手 我完全可以 撞死林倩倩之后直接走 我为什么要再回去扶她 又为什么给她 抓我衣服的机会 你早该想过的吧 你只是狡辩 看来我们翁总不是真傻 而是装傻 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 你说你要报复我 可你却一直把我留在你的身边 这不是报复 而是战友吧 玉莎 你在玩 我就是在玩火 色 模 样 公总 忍不住了 你是谁忍不住了 那就比比看啊 别动 龙总 又在装睡了 昨晚折腾一晚上 还这么精神 谁让你难以抗拒 龙总还想报复我吗 想 我想继续惩罚你 怎么罚 罚你一辈子在我身边 请问哪位是董锡然小姐 我是 您的鲜花 请签收 哟 好大一盆花 是不是男朋友送的 今天也不是我生日啊 不知 喂 鲜花收到了吧 喜欢吗 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你该不会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妈的忌日 我祝你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贱人 贱人 怎么 恨我吗 有本事就出来 我等你 好 你给我等着 好久不见 董锡然 坐 贱人 我可没你见 属心积虑要害我的阿瑞 都是他的暴言 暴言 别高兴得太早 你以为拆散了阿瑞和燕燕 博士就完蛋了吗 做梦 走着瞧 只要我在这个世上一天 就要让你们不得往生 以为我妈在天之灵 对啊 今天是你妈的忌日啊 你知不知道 你妈快死的时候 还求过我 不过呢 他不是求我救了 而是求我 让阿瑞去自首 还你清白 你说他笨不笨 他以为我比你还蠢吗 怎么 很想弄死我是吗 给你一次机会 有本事 现在一枪打死我 有本事 就开枪吧 为你那个兵秧子 死鬼妈报仇 秦燃住手 领夫人 你故意惹怒秦燃 引他来攻击你 然后想用监控录像报警 让秦燃再次坐牢 对不对 不愧是翁总 真从 我早就猜到 你们有一腿了 只是没想到 堂堂翁总 虽然喜欢一个老饱饭 当年秦燃的牢狱之在 也是拜你们所赐吧 那是董秦燃咎由自取 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 秦燃母亲临死 还想证明秦燃的清白 而你们 我们怎么了 我的阿锐那时候才十八岁 还有大好的前仇 那你就忍心断送新人的青春吗 阿锐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一切 其他人的死不关我屁事 早晚我会把你送进去 让你找找当年新人的苦 你想帮他复仇 我奉陪到这边 你以为联合忠实财务 博士就能安然无恙了吧 三天之内 我就让博士消失 三天 你干脆说三个小时 吹牛 说大点 好 听你的 就三个小时 好好好 非常 我久闻翁总大名 今天我倒想见识一下 海星集团的翁总 有没有那个排山倒海的本事 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吧 你马上就要当乞丐了 笑话 我会当乞丐 不过我正巧 刚好这儿有点现金 不送 以后别这么冲动了 你真可以三小时高垮博士 回去你就知道 妈咪 妈 听说那个董欣然又来公司了 找妈咪闹事 别慌 有妈在 她翻不出什么了 爱妈 听说这个董欣然 和海星集团的翁总结在一起了 那又怎么样 我们博士联合周识 难道还怕他一个翁总结 听说这个翁总结 从小就是个商业鬼才 只要他想阻击的公司 就没有不倒闭的 儿子 别怕 妈刚才 见过翁总结了 除了长得好看 没啥特别的 倒是很会吹牛 吹牛 怎么那么说 他说三个小时以内 能让博士集团 消失 三个小时 博士集团根基深厚 又有我周家保家护航 别说给他三个措施 就是给他三十年 他也别想动博家的根基 嗨 就让他吹呗 现在离三个小时 还有十分钟 等时间一到啊 我再去嘲笑董欣然一下 你还要去找董欣然啊 不是了老婆 你看你 我就爱你一个 好了好了 好了 你们小夫妻俩好好的 我可就放心了 不好了夫人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博士的股票 股票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博士的股票清盘了 吓出了合作价 我被暂停了 你说什么 不是 这怎么可能呢 快 回去把你爸找来 有他在就没事 夫人 董事长他被带走了 什么 有人告发他 他绑架他人 现在所有股东 都打算退股 怎么回事 才三个小时 博士集团没了 对 妈 妈 妈 还有我呢 没事妈 还有我呢 对对对 爷爷 你和阿瑞士夫妻 你一定要帮帮博士啊 爷爷 妈 我一直爱你的 我一直爱你的 你一定要帮帮我 好 妈 我这就打电话 让周氏注资 周总不好了 不是你怎么来了 周氏 没了 你瞎说什么呢 就在刚才 周氏的股票清盘了 所有的项目合作方 都喊停了 这怎么可能呢 周氏市值值几十亿 几十亿呢 我就算给你个火牌 你烧几十亿 三个小时你也烧不完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有的项目 都被海星纪团结束了 燕燕 燕燕 你没事吧 我要等乞丐 不 不 不 妈 妈 你别吓我吗 妈 妈 妈 灯燕燕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你也别笑活 各位同事 我们海星集团 已经完成了 对博士集团的收购 同时还收购了周氏集团 好 好 这些人真妥别相思 真的吗 真的 我是完蛋了 真的不到三小时 谢谢你 那 你怎么加利我 那晚上 给你个惊喜 喂 你去哪了 我去买点东西 晚上给你惊喜 别太晚啊 知道了 回去再跟你说 先生 夫人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 夫人还没回来 我打了很多电话 都没人接 走了 欣然 你出狱后 我都没好好看过你的脸 薄瑞 你不要脸 你以前都是叫我阿锐的 你再叫我一次阿锐好不好 呸 许就结束了 咱们算算总账吧 董欣然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你害我坐牢七年 还害了我妈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那都是你逼的 你害得我好惨 我妈都被你气死了 那是老天容易 那是他的报应 你自己过得惨 就嫉妒我幸福美满 你说你 出狱了 要找我 干嘛让周燕也看到 你悄悄的来多好 我们可以做地下情人 像妮娜娜那样 七年了都没人发现 你还真是够丧心病狂 亏你能说出这种话 我丧心病狂 都是你逼的 你是不是特别想让我死啊 我想让你 胜不如我死 那你也别想好过 来 笑一笑 你要干什么 我要开直播 让所有人看到 你董欣然 顶包坐牢了七年 哦 忘了告诉你了 顶包坐牢也是犯罪 你想和那个小白脸 双宿双飞啊 我偏不 我说过你们可以走了吗 你想要报复就报复我 你不要 你不要报复到仲介身上 是我刚换你的博士 和仙人无关 你要他走 我还有说我要放了你们谁吗 我要你们一起死 没事吧 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当年装死借借 她是我的至爱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周杰 你不能有事 快走 欣然 欣然 不要 不要 欣然 不要 欣然 气死 救我 欣然 救我 不 不 欣然 伯瑞呢 在里面 救人啊 来不及了 伯瑞 伯瑞 朱燕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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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事的 这次又是你救了我 你这条命 以后都是我的了 那 翁总还要对我复仇吗 其实我早就猜到 你不是真凶 多年前 我就从暗中谋划 搬到博士 只是一直以来 我都不愿意看清楚事实 为什么 一旦真想打败 我就没法把你留在身边 我不知道 把你留在身边 到底是折磨你还是想见你 翁总姐 你真的喜欢上他了 不可以 不可以 林助理 我是来汇报工作的 博士和周氏的收购项目已经收尾 我海生已经一交司法了 干得不错 你可以学个价 哼 我不需要 好 那你就留下来 参加我和欣然的婚礼吧 啊 你说什么 啊 你说什么 欣然 我们已经领了账 你愿意当真正的翁太太吗 什么是真正的翁太太 与我共度余生 一起喜怒哀乐 无论风霜雨雪 彼此心照不炫 这算是求婚吗 对 求婚 我跪下 你别乱动 你伤还没好 那 你答应吧 嗯 我曾经对你发现很多过错 你能原谅我的过去吗 以前是以前 误会是误会 我在乎的是现在的你 欣然 嗯 董小姐 我有几句话 想单独和姐夫聊一下 麻烦你 出去一下 雷鳳 欣然是我的太太 你要叫她夫人 没事 我出去买午饭 你们俩好好聊 别吵架 嗯 到底想怎么样 你骗我 你说你不会爱上 姐姐以外的女人 过去是过去 我现在很安心 不行 你们不能在一起 你别忘了 谁才是她真正的杀木仇人 你想干嘛 我说你们不能在一起 就是不能在一起 不能和董欣然在一起 零鳳 这是我和欣然之间的事情 和你没关系 怎么 难道你也喜欢欣然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董欣然 她也是害死姐姐的凶手之一 我恨她 那些都是误会 虽然她不是凶手 可是我姐姐的死 她也是在场 一样脱不开关系 她坐了七年的牢 为她的罪 付出了代价 我真后悔 当初就该让人 在监狱里弄死她 你敢 姐夫 走开 姐夫 你从来都不会凶我的 就算我和欣然在一起 你也依然是我的亲人 我不要当什么亲人 杰哥 姐夫 我知道 你是太寂寞了 你放心好了 姐姐不能陪你 我可以 爱替姐姐陪你 照顾你 你 姐姐能做的 我一样可以 你疯了 我没疯 我说的都是珍稀话 连锋 你给我听清楚 我很爱你姐姐 我现在也很爱欣然 你姐姐已经走了 欣然会陪我走了 运收 谁也不能阻挡我和欣然 好 你别忘了 你对欣然 曾经都做了什么 她说吧 我对她的误解 她都会原谅我 有意思啊 她自己的事 也许会原谅你 可她妈的死 你想想 她还会原谅你吗 我的好姐夫 董欣然能原谅你 对她的误解 但她一定不会原谅你 对她母亲的所作所为 毕竟 人命关天啊 姐夫 才敢乱说 拔了你的舌头 姐夫 你又凶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警告你 别和董欣然在一起 否则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不许你伤害欣然 我刚才去买了晚饭 要不要一起吃啊 我不用了 你们自己吃吧 怎么了 出了那么多汗 没 没什么 林峰她跟你吵架了 她不止一次说过 让我离你远一点 我想 要么是她也喜欢我 要不然就是 她看不惯你喜欢 除了倩倩以外的女人 你真聪明 总不可能 是她喜欢你吧 要不要告诉她呢 如果她知道了 当年我的所作所为 还会原谅我吗 你马上回国 听我指挥 总之 绝对不能让董欣然 嫁给翁仲杰 好看吗 陈嫂 林峰最近来过吗 林助理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别担心 我相信不久后 她会理解的 停止婚礼 否则让你后悔终生 怎么了 欣然 我以前对你的所作所为 你真的 原谅我了吗 坏人已经有恶报了 我们活着的人 应该珍惜当下 真好 你终于嫁给翁仲了 感谢主管大人 百忙之中 来参加我的婚礼呀 说什么呢 小意思 只要你给我多美言几句 让翁仲给我加工资就行 对了 翁仲怎么还没来啊 不好了 嫂子 翁仲 翁仲不见了 你说什么 我们去接亲 可不见他人也啊 手机也关机了 那你联系林助理了吗 林助理也关机了 这大喜的日子 翁仲怎么失踪了 今时快到了 要不然报警吧 哎呀 大喜的日子 报警村怎么回事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呀 翁仲 你去哪了 去办了点事 让你担心了 大家先去忙吧 我和欣然说两句话 嗯 好 到底去哪了 我去 几百零千千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知错 哼 哼 哼 怎么 约我出来 看来是想通啊 我今天要和欣然结婚 哼 你是故意要比我是吗 好 我现在就去告诉董欣然真相 看他会不会嫁给你 这个杀人犯 啊 休想 接下来让我们尽心聆听 他们永恒的誓言 请问新郎 你是否愿意迎娶你面前的女人 做她的丈夫 我愿意 请问新娘 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的男人 做她的妻子 我愿意 我反对 董欣然 你不能嫁给她 这不是林助理吗 是啊 她来干什么 林峰 欣然是我的妻子 你别想捣乱 来人 把她赶走 林峰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 我已经决定嫁给她了 东欣然 那我告诉你一些真相 看你还会不会嫁给眼前这个人 林峰 我知道你也喜欢新娘 但你别捣乱 毒量 把她赶走 林助理 这儿不欢迎你 请吧 滚 冯仲杰 你心虚了 董欣然 你身上 是不是有很深的一道疤痕 林助理 你注意一下形象 这疤痕 是在监狱被人烫上去的 你怎么知道 哼 在那时候欺负你的那个女囚犯 说是外面 有人打了招呼 你难道就不好奇 那个打招呼的人 就是你眼睛要举你的人 啊 是 为什么 为什么 是 王仲杰 一直痛恨你 恨不得你死在牢了 你那七年每天挨的打 全部都是拜他所赐 你别胡说 王总一向大人很好 他不是那种人 我是他的助理 他下的某步道指令 都是我执行的 你们要是不相信 哼 我可以把那些年 给女囚犯的钱全部抖出来 让你们瞧一瞧 林峰 你说够了没有 董欣然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 我信啊 这和我嫁给仲杰有什么关系 那时候 他以为是我害死了倩倩 他失去了毕生所爱 才对我恨之入 既然决定要嫁给你 过去的事情 不会再计较 我们就当它是一场梦 林峰 如果你继续挑拨 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别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走 走吧 走吧 林助理 这儿不欢迎你 请吧 滚开 董欣然 我看你是好了伤发忘了疼了吧 以前那个恋爱脑 又回来了是吧 你以为 汪仲杰对你的伤害 就只是让你在监狱里 每天挨打那么简单吗 林峰 就连你妈的死 也是拜他所赐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就连你妈的死 也是拜他所赐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你妈的死 全是拜汪仲杰所赐 不是的 是伯瑞 是伯瑞不给手术费用 才害死的我妈 伯瑞害死你妈 确实没错 但当时已经有人出手 不然你妈也不会死 是谁 这个人你认识 都欣然眼熟吗 欣然 爸 怎么会是你 闺女 爸爸想你啊 你抛弃我和我妈 自己去海外生活 我 我只当你把我们 都忘了 好想你们母女俩 是我的错 但是 我一直 心里面都牵挂着你们呢 爸 真的吗 后来 你被抓进去了 伯瑞家的狼心狗肺 不让你妈治病 我把心底横 把国外的产业兑现 我来 救你妈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爸你快说呀 我在国外的产业 不小心中了一个神秘人的圈套 全部对冲了 我成为一个穷光蛋 不但没能帮到你妈 也没帮到你 星儿啊 爸爸 对不起你啊 妈 为什么 这可要问问 你身边的这个好男人 翁总咯 当年翁总知道 你在国外有一个有钱的父亲 他不想让你这个有钱的父亲 出手帮你 于是让我用 I can make code的手段 将你父亲的公司搞垮 真是好一招 釜底抽薪啊 翁总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是你害死的我妈 是真的 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说起来这事 你确实不能怪他 他只是不想 有人出手帮你了呀 不过董西然 你的妈妈可是无辜的 真是活生生地被病情给拖死 西然 西然 原来是你 你陪我老婆 陪我公司 西然 可是百千万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些钱够了吧 当年温总干嘛要搞我呀 你也知道 我跟他们母女早就断绝关系了 他们的死活 关我屁事啊 给你钱就赶紧滚 少废话 是是是 你 西然 你别过来 原来是你害死的我妈 怪不得你让我原谅你的过去 我一直想进所有事告诉你 可是怕你不会原谅我 我当然不会原谅你 我当然不会原谅你 翁仲杰 我如果嫁给你 我死后没有脸去见我妈 新衙 我对你是真心的 翁仲杰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互不相干 翁仲杰 你醒了 翁仲杰 你终于醒了 汪太太 你因为怀孕初期低血糖 所以晕倒了 你说什么 什么初期 恭喜你 你已经有神韵了 汪总 翁仲杰 汪太太现在有孕在身 千万不能再让她动怒了 是是是 谢谢医生 医生 安排一下 打胎吧 这 你说什么 这个孩子我不会要的 打掉 不行 这是我的孩子 我说了 打掉 你敢动我孩子 立刻让这医院解散 二位二位 你们冷静冷静 我先去忙别的了 你再怎么恨我 这孩子是无辜的 我累了 想休息 我就在外面 有事你恨我 仲杰 你早知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为什么 还要我爱上你 行了 我自己会走 有事喊我 我在这儿守着 你好 我太太在里面 你能帮我找一下吗 这里面没人了 求你别要 如从前 上述地碰我 而我问我 为何还能够碰伤我 不要让我 一百口地 输得更多 求你别输 做过我 其实亦爱我 我已既然放过我 姐夫 你来干什么 我说过 就算全世界都不要你 我跟姐姐不会 你还有脸听你姐姐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始终都是像这一样 无论你怎么怪我 我很累 请问你陪我 说说话 姐夫 姐夫 我错了 姐夫 我再也不敢了 帮走 我再也不敢了 姐夫 我再也不敢了 看在前几的份上 我放过你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爸 爸 谢谢 我有钱了 会还给你的 你都想清楚了 我别无选择 要不 我陪你去国外吧 子湘 这么多年 只有你在支持我 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封仲杰并没有杀死他母亲 欣然 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必须当面和你说 那我 我 自相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很好 欣然 我 你是我最好的哥哥 学长 有些事 还是别说破比较好 好 听你的 既然我对你的爱 不能宣执于狗 那就让翁仲杰的真相 永远深爱 我先走了 好 自相保重 保重 周总监 这是项目报告书 嗯 欣然儿童基金 是翁总指示的重点项目 你们都上点心 是 周总监 听说 这次基金名字叫欣然 是翁总太太的名字 有这功夫在这里八卦 还不如好好工作 女人啊 赚钱要紧 什么情爱的 都是假的 是 是 好了 你们出去吧 欣然 欣然 真的是你 你回来了 欣然 真的是你 你回来了 妈咪 你认识这个阿姨吗 不认识 应该身错人了 晨晨 我们走 翁总 我看到欣然了 在哪里啊 就在附近 不过 她说她不认识我 会不会认错人了 不可能 我确定是她 对了 她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男孩 叫她 晨晨 马上派人去找 是 不过 翁总 我这次如果把夫人找回来 算不算手工一件 你能不能 给我加点工资啊 你要是能找到的 我收你做副总 翁总放心 我就算把全程翻遍了 也把夫人给你找回来 妈咪 你不开心 没有 妈咪 送给你 不要不开心了 谢谢 董心燃 你终于回来了 诶 晨晨你慢点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晨晨 那是你妈咪吗 嗯 那你爹地呢 妈咪说 爹地是个大坏蛋 我们不个坏蛋好 别碰我儿子 你竟然这么叫儿子 关你什么事 儿子只是我一个人的 没有我 你一个人能生儿子吗 你 翁太太 赶回家了 你这孩子 谁叫你掐那里的 妈咪说 遇到坏男人就掐那里 你竟然这么叫儿子 你没事吧 手劲真大 不会是我儿子 妈咪 这个大坏蛋就是爹地吗 臭小子 先管教 爹地今天好好就许 不助姐 你把儿子放下来 我希望你走了 我恨了 我恨了 嫨了 我恨了 你 几个儿子 我恨了 你 我恨了